火焰蜥蜥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为何萧炎遇上也直呼伤不起 超前动画抢先观看 随着火焰蜥蜥头领一声令下 一大群蜥蜥疯狂扑向萧炎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剧情还得从打死地魔老鬼说起 为了灭杀地魔老鬼 萧炎使出吃奶的力气搓出一朵毁灭火莲 三色火莲的威力虽然很猛 可他只能对四星斗宗造成威胁 想要拿下地魔老鬼这样的七星斗宗 四色毁灭火莲才是最有效的招式 为了躲避毁灭火莲 地魔老鬼竟然躲进虚空之中 可惜还是被千百二老发现 最终的结果显而易见 只剩残血的地魔老鬼肯定不是千百二老的对手 最后竟然死在白老手上 地魔老鬼死后 萧炎打算前往天坟炼气塔补充星火 除此之外 萧炎也想在塔底好好修炼一番 毕竟中周这个地方卧虎藏龙 凭借萧炎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来到塔底之后 萧炎感觉岩浆深处还有东西在召唤自己 其实岩浆之中还有另一朵陨落星炎 只是当时的萧炎并不知情 随后就发生了奇怪的一幕 一个类似人形火焰的能量体突然袭击萧炎 仔细一看才发现 这东西竟然是火焰蜥蜴 随后就发生了开篇那一幕 随着蜥蜴头领一声令响 一大群火焰蜥蜴疯狂扑向萧炎 那么这群火焰蜥蜴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为何萧炎也会感觉吃不消 其实常规火焰蜥蜴只有四五星斗王的实力 蜥蜴头领的实力也只有斗黄级别 按理来说 这点实力还无法对萧炎造成威胁 为何萧炎依旧感觉麻烦 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是因为火焰蜥蜴的数量太多 另一方面则是岩浆环境对萧炎不利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区区蜴头领 一招八级崩就可以轻松解决 让我们拭目以待